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他自己祷告治病 这个时候却得不到医治 其实他并不着急 他说我真的知道如果我要死的话 我会去见主里面的 对这一点他是毫不怀疑的 他说我真的并不怕死 但是我对待任何事情都爱动脑筋 他说我想知道原因 为什么这一次我的祷告就不见过我笑呢 那结果他在医院里住了十几天 然后又去服一种新的抗菌素 一直服用了六个星期之久 他真的是为医生感谢神 那有的基督徒说医生是我们的敌人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他躺在那儿 那开始跟主进行个人的面谈 他说我并没有看到主 但是主知道我在跟他说话 他说主啊 为什么呢 我相信医治 我也蒙超自然的医治 我曾经就蒙你的超自然的医治过的 我讲道也讲医治 我看过许多人超自然得医治的 但为什么我现在得不到医治呢 主并没有对他挥舞一根什么杖 把他的意见强加在人的身上 而是充满了词汇的对他说 并且比较微妙的 他只是看见过去生活当中一系列的场景 他说啊 我说不出有多少 虽然不很形象 但却摆在那儿 主没有说一个字 只是向我显示这个场景 大部分是在餐馆里头的 那有人说 如果你想知道市政里头最好的餐馆 那么你就问一个传道人 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他说我已经是一名公认的传道人了 许多人都认识我 而且大宗的接纳我 我的同事也接纳我 但当时我却没有被神接纳 他没有大声说 哎呀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他只是说 你自己下结论吧 他说在我深思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我清楚的看到了 我是一个非常自我放纵的人 有两样东西的 是永远不能并存的 那就是自我节制和自我放纵 他们之间是此起彼落的关系 一个人不能兼有这两样的 圣灵的九种果子当中 最后一个就是节制了 我们应当在生活当中啊 留意这一点 那是我的见证 那他继续说 我知道我做了什么 我悔改了 我是一个传道人 我悔改了 你知道传道人有时候啊 也要悔改吗 其他人认为啊 这只是一时感情冲动而已 我对悔改的定义就是 你骑着车 停顿下来了 你掉过车头来 朝相反的方向继续的前进 这就是说明了你在悔改了 我想我是在离悬崖 还有五步路的时候掉头的 如果再向前多迈五步的话 我就完蛋了 我就止住了 掉了一个头 跟着神的恩典 一直朝相反的方向前进了 好了以上是我的一位老朋友 也是我们电台的同事 他曾经经历的 跟我们做的见证